药老为何不通过修炼坟爵来成就斗地呢 在《斗破草雄前传》中记载 坟爵并不是由驼舍古地所创 但某位大人物却是将坟爵留在了斗气大陆上 驼舍古地和药老都是与坟爵的有缘人 坟爵的出现 则是让斗气大陆又多了一种突破斗地的方法 毕竟曾经驼舍古地凭借坟爵吞噬一火 而药老则是将坟爵给了炎帝消炎 那么药老为何不自己修炼坟爵呢 要知道药老本身就拥有了古灵冷火 再加上药老得知加马帝国存在青年地心火的消息 在凭借关系从加拿学院要到陨落心炎 将坟爵修炼到地阶为例 日后突破斗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时的药老只需要凭借了丹塔的关系 再次尝试收复三千燕炎火 那么坟爵必将进化为天阶功法 其实药老不敢修炼坟爵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把握 毕竟药老从斗者时修炼的功法就已经是地阶了 再加上自己千辛万果再混到了九转斗尊的境界 重新修炼功法是需要自费修为的 和学习斗技完全不一样 其实斗魄当中大部分的功法都可以转修 但唯有坟爵必须重修 所以药老是不敢把自己的未来 去赌一个不确定能否晋级的功法的 而韩风也正是如此 药老担心坟爵功法太过诡异 于是便私自藏了起来 自己有足够的自信 可以让韩风的修为提升到斗尊实力 所以完全不需要捐着诡异的坟爵 传给自己心爱的徒弟 让徒弟冒险去融合多种异火 而到了硝炎这里就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药老吃过韩风背叛的亏 便拿出了坟爵和地阶功法 让硝炎自己来选择 药老之所以希望硝炎能够修炼坟爵 也完全是因为炼制躯体需要三种异火 只有坟爵才能容纳三种异火 只要硝炎能够拿到青年低金火和陨落心炎 加上自己的古灵冷火便可以让自己尽快复活 这样药老才好尽早去找木骨老人报仇雪恨 对此观众朋友们有何看法吗 欢迎评论去讨论 喜欢多不当学的兄弟们 可以给视频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